范冰冰付出有望,代言下架后重新推广,粉丝称赢来曙光管道号娱乐新闻Glanta World。 经历了一百多天的调查,范冰冰风波尘埃落定。 这件事情看似范冰冰只损失了钱,其实不然,范冰冰自从被爆出涉水仪式后,名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,之前的许多广告代言纷纷解约,拍摄的影视剧也被推迟上映,这种蝴蝶效应才是范冰冰最大的损失。 10月3号,范冰冰的处罚公布于众后,范冰冰写了一封道歉信,就没有再更新过任何动态。 前段时间,范冰冰风波后首次现身机场,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,很多人认为范冰冰在为付出座铺垫。 范冰冰平安无事,李晨回国。 李晨在国外拍戏,条件艰苦加上为范冰冰操心,这段时间暴手,惹得粉丝心疼。 而最近,李晨拍完戏回国陪伴范冰冰,她一下飞机就直奔范冰冰家中。 今天,李晨最新进照曝光,李晨粉丝发现在范冰冰的陪伴下,李晨又胖了回来,非常开心。 事业失忆,爱情得意,对范冰冰来说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。 其实之前范冰冰处罚曝光之后,很多商家都把范冰冰的代言给下线了。 当时范冰冰代言海报在丹阳被下架了,中国丹阳眼镜城,丹阳国际眼镜城纷纷下架范冰冰代言眼镜品牌的宣传画,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 而现在范冰冰的代言活动渐渐地又回来了,还受到商家的大力推广。 今日11月10日,由网友在某眼镜店里,看到了范冰冰为眼镜做宣传的广告,似乎范冰冰将要付出。 范冰冰粉色也发文表示今天对冰邦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,阴霾了那么多天,终于看到一丝光亮。 另一边举报范冰冰的崔永元也被人举报告费用问题。 崔永元自顾不暇,近日也没有继续发声怒对范冰冰了。 范冰冰被罚8.83亿,但她经济状况良好,有网友发现她的美容品牌在近期预售就高达380万元,范冰冰吸金能力依然非常强大。 总体来说范冰冰好消息不断,没有任何被限制的消息,应该付出有望。 希望范冰冰能够真正地改过自新,毕竟娱乐圈培养一个国际巨星也不容易。